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里面 《竹》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东汉塞伦》未发明造子述之前 《竹》就是传递文化的重要工具 《竹》内寒、挺拔、虚心有折的特质 吻含着丰富的意象 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竹》除了和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之外 对改善地球生态也举足轻重 能源过度消耗 人类砍伐大量树木 令大自然受到破坏 地球暖化问题日趋严重 《竹》一直扮演着对抗地球暖化的重要角色 《竹》因为生命力强 生长得快 竹是可以三至五年就已经可以 砍发开采的了 最软的木 都要15至20年 黄轮最硬的木 Hardwoods 要15至200年 对于地球的资源运用 《竹》自然有它的地位 它有它的功能 全球的森林里面 大约有3%是竹林 其余都是木林 《竹》产生光合作用 所吸收的二氧化碳 以及释放的氧气 都比树木多30% 有阳光 有雨水 它就灿烂 它的食粮就是二氧化碳 它放出来的就是氧气 对臭氧层的破坏 是应该可以减低的 因为多些氧气 臭氧层O3就自然少了 对地球暖化 它可以尽一分力 只要我们能够多些种种 谭天放先生 是香港著名建筑师 亦是香港恒生大学校董 更加是香港工业总会 足业委员会主席 兼国际足藤组织 足建筑工作组专家成员 恒大四座或白金认证的 新建筑大楼 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他一直致力推动竹的发展 希望竹在社会各方面的应用 更为普及 这是一个社会的信息 是忘记了竹的好处 是不认知竹的好处 将以前竹的好处 在几代之内磨灭了 现在要将竹子的好处 优点的信息 重新提回年轻人 竹具备坚韌内容的特质 在日常的衣食住行里 占占得到重视和广泛的形容 香港恒生大学 在香港唯一一所高等院校 广泛利用竹作为建筑材料 校园的恒大赛卖会住宿书院 可先行教学大楼 李兆基综合大楼 以竹制成 我们这些竹的长生 除了是用竹之外 长生你看到不同的孔 是吸收不同的频率 有些大些有些小些 打横后面的又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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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做到吸音的效果 除了视觉上 都有功能上的需求 用多些竹的地方自然是好些的 起码投原打球 整个武器的时候 吸收的分量高的氧气更多 就比吸收多些 鱿氧化碳更累 恒大四所新建建筑 杜荣获六建环平八根级认证 更加是全港首间高等院校 获得这一个树荣 这也是绿色建筑议会 我们的六建环平最高的级别 这个意义就大了 这个意义在于 令到全校的师生 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信念 将这个可制造发展的理念 传承下去 对我们的常心活动 对我们的节能 用资源各方面 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意识 可以维持一个这么好的校园 这个校园如果所有设施 所有的装修 所有的用料 和建筑材料 都是可持续性的发展 和很耐心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室内的空气质素 对于我们所有使用者的方便程度 和可持续的发展 都是带来一个长远的好处 校园里面 四周都有绿色的种植 竹子更加是随处可见 例如人面竹、孝顺竹、斑竹等等 族具有生命力和高速发展 其正直、刚毅、虚心、有节气的特质 亦都是香港恒生大学 一直对学生的期望 恒大的办学理念 我们是博学督行 还有我们也是一个 叫做生生不息 就是我们秉承恒生银行的创办人 也是我们恒生生学孙的创办人 的校园就是我们要一个永续的发展 永恒的生长 所以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育人 都是我们其中一个核心价值 除了硬件设施之外 恒大亦举行了不同的活动和研究 宣扬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理念 在恒大里面我们有四个住宿书院 四个住宿书院当中 有一个叫陆延书院 我们叫Evergreen College 其实它的主题就是可持续发展 它每年举办很多活动 包括有植树、有机耕种 我们去探访一些可持续发展的机构 和参与社区的很多活动 亦都是和外面的一些机构合作 和我们自己在本部 我们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小组 合作一些叫废物的回收、循环再用 亦都和一些学生组织 我们有一个Green Society 亦都会有很多的活动一起参与 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 江泽慧教授 早前率领代表团都林恒大校园参与 并分享全球竹建筑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江教授赞扬恒大广泛使用竹作为建筑材料 是教育界的典范 为进一步推广竹及宣扬可持续发展 恒大举办了持续发展与竹子学术交流会 2019建筑及建材 邀请多为专家分享竹作为建筑材料的优势和发展 以及绿色建筑在可持续发展所扮演的角色 不少学界商界人士 各大专院校学生及中学师生 参与时次交流会 我们应该以自己的信心 推动一个新的竹子运动 以正直、纲约、虚心、有节气 持续地、前进、无畏地向前